目前,全球的新冠疫情还处于大流行状态,欧洲已经迎来了第二波疫情,并且再次成为全球疫情阵中,而美国的第一波疫情压根就没有过去,而且还在加速恶化。 目前,美国的确诊病例超过900万,而且最近几天的单日新增病例数已经飙升到8万例以上。 据美媒报道,平均每1.2秒就有一名美国人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,平均每107秒就有一名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。 随着新冠疫情的蔓延,美国的医疗资源又再次紧张。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30日报道,专家表示,新冠疫情席卷全国之际,全美也面临着手套短缺的危险,丁青手套是一线医护人员预防感染的关键屏障,然而美国却在这一医疗物资上存在严重不足。 美国政府问责局的卫生保健主任玛丽丹尼根·麦考利说,到处都需要手套。 他的团队今年夏天向五角大楼、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和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属施压,要求采取措施来获取到更多的个人防护装备,特别是丁青手套。 但这一计划至今没有实现。 据悉,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制定了一个目标,即储备45亿双手套,足够共90天使用。 但截至本周,其库存仅剩200万双手套。 卫生部估计,目前美国的手套需求为每月87亿双,即每年1040亿双。 与呼吸机、N95口罩这些个人防护装备相比,提高丁青材料手套的美国国内产量更具挑战性,因为合成橡胶手套的原材料几乎全部来自亚洲。 专家表示,美国使用的手套,99%是来自马来西亚和中国制造的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,美国大使馆一直在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,以获得更多手套。 政府已经采取迅速和积极的行动,投资国内丁青手套的生产。 然而,目前美国只有一个工厂能够生产这种医用手套。 美国空军与新罕布什尔州的美国性能聚合物公司签了一份2200万美元的合同, 让该工厂雇佣100名新工人,将手套产量提高到5亿只。 但除了这份合同,美国联邦政府几乎没有做出什么努力。 自从新冠疫情爆发后,丁青手套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供应紧张的难题。 根据美国健康行业分销商协会的数据, 今年全球对丁青手套的需求已经达到了5850亿欧元。 但按照目前的水平,制造商只能生产3700亿欧元,缺口接近40%。 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负责政策制定的父母疗长保罗芒格透露, 当新冠疫苗出现时,手套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分发。 然而,目前美国医院的新冠病例激增对医疗物资的消耗也越来越大, 一旦出现防护物资短缺,只会导致更多的感染和死亡。